老师那想要桃花的射手女 你会给她什么建议 不要像哈士奇 自带治愈系统的射手女 就算被伤害了 明明心里在意的要死 还会安慰别人 要对方不要在意 独自沉浸在悲伤当中 不认识的人 还会觉得她很温柔 像一匹优雅的狼 但熟了之后 你会发现她其实是 哈士奇 初次见面 大家都会被通情打理 活泼开朗又漂亮 健康的射手女吸引 不过约了一次见面之后 就会开始失联 因为射手座 很可能就这里动动 那里动动 停不下来的那一种 看起来就是一种活力充沛到 大家会惊惊 陪你爬山可能要爬百岳 绝对不是登山步道 每个人都会衡量自己的体力吧 高调型的射手 那是高调的不得了 跟她恋爱了 她很可能会公告天下 或迫不及待 把你介绍给自己的朋友啊 家人啊 街坊邻居啊 通通都认识 搞得大家都知道 你们在一起了 不过低调的是真的很低调啦 那高调型的射手女 可能就会让想低调的对象 忘之却步了 也要撑得起别人的眼光跟检视嘛 对不对 很多人是没有这个心理准备的 在感情的世界里 很多人都是装正经 只有射手女是装不正经 可能有人已经表现出 很明显喜欢射手女的意思了 射手女也知道 但她就会 比如说假装不知道 或依然在打哈哈开玩笑 这背后的原因 除了不好意思 还有她们懒 因为对方也还没告白啊 不用为对方烦恼吧 一旦她承认自己知道了 就要开始烦恼了 所以她很可能还会故意 跟你搞暧昧 她宁可搞暧昧 所以在你告白之前 她能装傻就装傻 她能搞暧昧就搞暧昧 她大辣辣的个性 当然就会异性朋友 比同性朋友多很多 旁边的人一看就会觉得 你根本不缺货吧 或者是你是不是很花呢 那射手女说话也是 真真假假 让你以为她的个性 就是那么的风流不羁 风流倜傥 但是相信她 那些人真的就是朋友 谁是她心里喜欢的人 她明白得很 而且仔细观察 其实射手女真正喜欢的对象 她会在她身边收敛自己的智障情形 智障情形 真的很好笑 所以如果你老是看到她智障的那一面 表示她真的没有那么在乎你哦 射手女喜欢你的时候 她不会管对方有没有喜欢自己 就会像射出去的箭一样直直地朝你前进 她会急着掏出自己的所有给对方 比如任性的一面 暴躁易怒的一面 都迫不及待地让你知道 想要对喜欢的人超级超级的好 把所有最贴心最温暖的关心都给对方 最后对方就被吓跑了 因为你也给太多了 给太快了 所以亲爱的射手女 你总是忘记确认对方是否对自己有那个意思 确认之后再给嘛 不要着急 射手女可以没情人 但绝对不能没朋友 重色亲友对射手女来说是不可能的 她们重义气啊 重朋友啊 也因此很多射手女的暧昧对象会觉得 射手女是不是没有那么重视我 这一点也会让桃花减少许多哟 就算是朋友有困难 她帮不了 她也会想办法找其他人来帮 也很乐意 贡献自己的男朋友去帮忙 你如果喝醉了 她也会指派男朋友去照顾你 所以你身边有射手女的朋友吗 是不是很常受她们男朋友的照顾呢 独乐乐不如中乐乐嘛 你看她多宽大 射手女加油哦 每个人都要像智琳姐姐一样找到幸福哦 老师那想要桃花的射手女你会给她什么建议 不要像哈士琪 可能孤独的狼桃花还多一点好不好 我当一匹狼不要当狗 你可能觉得我这么的优秀 我样样都已经达到第一名了 我总该胜出了吧 你错了 射手男挑选的不是最优秀的 他挑选的是 超级会说甜言蜜语 超级会用肢体暗示 这个射手男超级会撩 把人撩得不要不要之后 却发现他喜欢的未必是你 不要忘记了 射手男是变动星座 所有的变动星座都有两面性哦 既随性又严肃 看似搞笑其实又很真实 认识射手男一定要认识他的A面跟B面 射手的A面呢就是 随性自大又冲动 你有没有这个经验 一个射手男对你非常亲切 看起来很感兴趣的样子 每天上班都来问候你 今天过得怎么样啊 这样把你的头发都给揉乱了 让你小鹿也跟着乱撞 或者是很迷惑 是不是他对我有兴趣 没错 这些射手男在发生感情之前 就有很多令人产生误会的肢体动作了 这时候我们就要来了解一下 射手的B面 射手的B面呢 是非常严肃 务实 没自信 所以当他发现你对他很感兴趣的时候 他的B面就开始评估 就开始旋转了 我们在一起会好吗 你会对我满意吗 我以后能不能好好的照顾你呢 这都是当时他脑中会想起 非常务实的考量 当他心里觉得 我可能没有办法好好照顾你 他就只好默默的飘离 或者是装作不知道了 这也是为什么有人以为你跟射手男是互相喜欢 结果主动告白之后却被拒绝的原因了 如果射手男思考之后觉得你是他要选择的人 那么他会有几个征兆哦 当然了我们可能平常就享受到他非常多的照顾了 可是能不能照顾到无微不至呢 我必须说射手男细心起来是非常非常的细心 已经到了你不可思议的地步 比如说你如果身体不好 他会熬汤给你喝的那一种 那如果他有照顾到你这种程度 那表示他对你的体贴已经是无与伦比了 主动跟你报备行程 请你不要小看这件事 一个射手男愿意主动放弃他的自由 这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哦 把你带进他的生活圈 认识很重要的人 如果一个射手愿意跟你公开晒恩爱 那你就吻了啦 因为他等于在昭告天下 其他人都不要来招惹我了 或者他愿意让你知道他住在哪里 这也都是不得了的大事 不要忘记了 如果射手男不对你认真 他是随时准备落跑的状态 怎么可能让你知道他住在那里 怎么可能让你知道他的朋友是谁呢 所以一旦他把朋友介绍给你认识 就是在字阶底细 这就是真诚的证明 但如果一个射手座 已经做足了上面的所有动作 但是依然迟迟的不告白 那原因又是什么呢 是的 他还在考虑要不要投降 因为他知道他一旦投降 就会非常的乖顺 所以自由还是不自由 自由还是不自由 他正在栅栏前面思考 他很可能还有诸多还不错条件 或者都是他觉得很不错的对象 所以他还在想 我最需要的是谁呢 那如果遇到还在观望组 不要催他 这个时候越逼他跑得越快 越能够放松放手的人 他会觉得跟你在一起好舒服哦 反而你会中选哦 缺乏安全感 缺乏安全感就是来自于我们刚刚说的 非常深沉的害怕跟自卑 他很担心是被你嫌弃的 尤其是越重视越害怕 所以他不敢告白 也许也是因为太担心的缘故哦 你可能要再给他多一点安全感 或者是让他明白你对他的重要性 射手男的眼光跟我们平常人的眼光不太一样 你可能觉得我这么的优秀 我样样都已经达到第一名了 我总该胜出了吧 你错了 射手男挑选的不是最优秀的 他挑选的是他最需要的 你这样把母羊座放在哪里呢 口碑大家都有好吗 但是因为射手因为是人马座嘛 大家就觉得马的下半身蛮厉害的 在性方面你要跟天蝎座做比较的话 我觉得天蝎座是细腻的服务 因为他想辱获你的心嘛 但是我觉得射手比较是有点像在竞技场上 所以他可能会需要 你们这些性压抑的家伙 不能说他们喜欢一夜情侣 应该说他们道德感比较薄弱 也许在射手座心里他会合理化 比如说我又还没有结婚 这理由听起来很正当啊 的确啊 那你可能会跟他说那我们在交往啊 他说那我们也只是交往 那我要跟你分手 他会说那就习听尊便 所以你无法跟觉得自己还没有被捆绑的射手座 有这个信念的射手座抗衡这件事情 那如果他相信自己可以这样就可以这样 好的射手男就是这么的无聊 嗨大家好我是唐启阳 从这个月开始我就会在Vogue频道跟大家见面了 我会在这里呢分享很多新作的小尝试 或占心的小知识 我们Vogue见